国际信用平等机构会议 日前以美国财政前景恶化 以及治理能力减弱为由 摘除美国3A顶级性贫 下调至AA+,消息一出也刺激投资人避险 美股卖压依旧沉重 二号四大指数全收低 送投下跌348点 收在35283点 纳斯达克则重挫310点 收在13973点 创下二月以来最差表现 而对于惠普降评白宫市强烈反弹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认为惠玉的决定过于武断 采用的资料也过时 惠玉则表示 之所以做出降评决定 是评估美国财政未来三年可能恶化 因为美国一再陷入阵线政治僵局 往往拖到最后一刻才化解 早已降低外界对美国财政管理的信心 会议点出相较于其他高信用评级的经济体 美国最近二十年来的治理水准明显下降 对此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认为 降评实在荒谬 因为一些靠着美国军事提供安定的其他国家 信用平等居然还比美国高 但他也表示 这一切其实不重要也没关系 因为是市场在决定借贷成本 而非信品机构 高盛经济专家菲利普兹也指出 除了短暂的冲击新抛售之外 他预估惠玉的降评 不会对市场情绪产生太长久影响 就领寒做报道